女人慢慢脱掉丝袜 此时的她还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看着眼前刚认识不久的男人 女人眼神有些躲闪 起伏不断的胸膛 选得有些紧张 小帅和小美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人 因为一场车祸 两人相聚在一起 急救室门口 小美悲痛欲绝 她的老公出了车祸 凑巧的是 小帅的妻子也是交通意外 他们一起坐在走廊守护 双方为了照顾病人 小帅和小美同时在医院旁边租了房子 隔天 两人都被叫到警察局 原因小美的老公和小帅的妻子 是在同一辆汽车出事 就在他们认领物品时 发现里面竟有两张电影票和一个小雨伞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小美在老公的车里发现了一只高跟鞋 小帅一眼认出是老婆的鞋子 原来是他们一起出差发生意外 吃饭时 小美翻看了老公的摄影机 里面的画面让她不忍直视 同样小帅也在老公手机发现了秘密 小帅跑来质问 你老公真的是来出差的吗 小美则跑来看望小帅的妻子 她想知道是怎样的女人 值得老公打着出差的幌子来约会 晚上伤心的小美独自走在街上 小美的内心无比沮丧 她无法接受老公的出轨 当天晚上小帅独自在酒馆喝的烂醉 一个疯狂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 需要发泄 想要报复妻子 半夜来到小美门外 这时小美打开了门 小帅立刻闯进了进去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这天小帅找小美商量 相互交换出鬼爱人的手机 双方看着对方爱人手机上的短信 两人都沉默了 小帅看着妻子和其他男人亲热的视频 心里很不适滋味 再刚得知妻子发生车祸 恨不得床上躺着的是自己 可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傻 原本该怨恨对方的两人 又因为都是受害者 他们都能理解对方 同在屋檐下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两人几乎天天见面 一起吃饭聊天 也被彼此的魅力所吸引 逐渐的小帅和小美感情 也暧昧起来 这天 压抑许久的小帅向小美坦言 她内心深处无法接受那一顶绿帽 她想要报复 小美听到开玩笑地说道 可是 成年人的理智 让他们并未付出行动 之后 两人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们相互倾听对方的心声 始终没有预约半步 小美一如既往地照顾丈夫 贴心帮丈夫盖好被子 突然想到 老公就此 离去会不会更好 这天小美 给小帅送来一束花 两人相约 一起去海边散心 还拍了一张亲密的合照 吃完饭小帅问小美 接下来做什么 小美回答道 两人心照不轩一块下车 牵手着对方的手向热恋的情侣 一起走进了酒店 小美缓缓脱掉袜子 彻底褪去内心的束缚 让自己坚决地迈向那一步 小帅坐在沙发上 期待着什么 小帅轻轻撩起女人头发 小美触电般 停下手中的动作 接着小帅转过椅子 拉住小美的双手 小美内心激动不已 胸口起伏不断 小帅轻轻抚摸小美脸庞 两人四目相对 正准备发生点什么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来人正是小帅岳父 只好让小美先委屈躲在卫生间 小帅带着岳父去医院看望妻子 回来后 小帅心疼地打开房门 小美在卫生间站了一晚 看着发呆的小美 小帅赶紧进来深情地抱住小美 两人都明白 还有各自的生活 这天小美早早起来收拾打扮 看着镜子里美貌的身姿甚是满意 今天两人相约一起去海洋馆 无比幸福地牵着彼此的手 突然小帅电话响起 医院打来的原来是妻子苏醒 小帅只好立刻赶回医院 面对曾经的深爱的妻子 小帅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妻子的背叛已经成为心中的一道伤疤 小美和小帅两人开始也许只是为了报复 但两人慢慢发现彼此深爱着对方 妻子的苏醒两人之间产生隔阂 两人在过道相遇 四目相对 却没有以前的激情 看着小美远去的背影 小帅心里很不适滋味 晚上小帅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终于还是忍不住 敲开了小美的房门 两人再次去了那个充满美好回忆的酒店 等小美返回医院时 医生告诉她丈夫已经离开了 小美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天小帅妻子问小帅 有没有什么想知道的 小帅说以前有 但现在什么都不重要 接着告诉妻子 那个男人他死了 走出房间 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小帅知道自己也该做个了断了 这天外面下起了大雪 宁静又美好 看着天上的大雪 小帅仿佛看到了小美 此时 小美也透过窗户欣赏了这份美 第二天一早 车里传来女人的声音 今天我们去哪